儿媳音音哭着对调解员说道 自打进了这个家门就经常受到婆家的欺负 不仅丈夫对自己冷淡不已 就连公公婆婆也是自己为洪水猛兽 旁的邻居们却显得嗤之以鼻 俗话说得好 群众的眼睛是血亮的 很快 几个邻居大妈便将调解员拉到一边 对他们说起了事情的真相 而对于两边各持己见的情况 调解员也有些迷糊了 一边是婆家距离力争 没有打小英 一边是小英母女声泪俱下控诉婆家 而这时小英为了证明 婆家的的确却打过自己 随即便将腿上的伤露了出来 这下子现场一片哗然 然而一旁的婆家亲戚却先怒了 她带着调解员走到屋外 倒出了小英伤口的真相 这个塑料筒靠自己一个角 那个麦就没有了 抖掉了他自己打 我自己打 这个脚就是说我自己不争气 老公打了还要回来 老公打了要回来 我自己把自己的脚想打断 公公婆婆妈 我也是在这里说 公公好一点 婆婆不好 婆婆等婆婆抓我头发呀 儿子打我的时候 她都在 我也是在感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因为找到了一份好工作 这才迫不得已多待了一段时日 而小英却是无理取闹 不理解丈夫 不仅把家里砸了个遍 还把二人新买的家具都给卖了 于是乎两人的矛盾 这才彻底激发 小盛暴怒之下 这才对小英动了手 得知这一切真相的调解员 这时才发现 原来小英表面的乖巧董事都是假的 都是他为了获取自身的利益伪装的 这时公公也走了过来 对着调解员说出了小英真实的嘴脸 见到自己所有的谎言被拆穿 小英顿时慌了 杨言要和丈夫离婚 还指责丈夫家太穷 养不起自己 并高调声称 必须拿一半家产给自己 不然就把这个家搞到天翻地覆 那么你认为 丈夫小盛应该答应 妻子小英的要求吗 欢迎在评论区下方 发表您的意见 你们的留言 我都会一一回复